胡桃交党军权,十八大后退位? 包重庆这两座地标 都不够有传胡锦涛在北大河会议宣布 在10月10日至18日召开的十八大 交出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敢震撼 消息就说,胡锦涛一直都觉得02年接党权 两年之后先接军权影响施政 所以他交棒就不会像老江那样 要有制度一次过 不单传是因为他好在乎自己的政治声誉 还传他身体不好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病 但有报道说80年代胡锦涛主政西藏时 因为高原缺氧患心脏病一直都未好 近年外访或见外奔 忽时见他唏嘘头面浮肿 还有消息说他太太患着乙癌医 说胡锦涛一月出访美国 同今年七一回归 他太太都没陪他 不如胡锦涛能不能如愿 都要视乎中共拳斗结结果 另外有消息就说 胡锦涛不聪之后 副总理李克强 就要出任军委会副主席 而昨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没有审议到 免除博锦涛人大代表的议题